盘点世界上最昂贵的人造器官 看完之后让你印象不到 原来现在已经可以造出这么多人造器官了 第一 人造血管 无缝人工血管是20世纪50年代研制成功的 最早的人造血管是由狄伦材质来制作的 这种材质的优点是通畅率高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广泛运用 但缺点是口径偏大 无法用于小口径血管 后来研制出真丝人造血管 但这个材质的稳定性不好 饱形性很差 容易导致血管吸别 所以很快被替换掉 目前国内外使用最为广泛的 就是彭化巨斯福乙锡材质的人造血管 它的优点是抗凝性和相容性非常好 但它的缺点是顺应性很差 这三个材质都不具备人体动脉的弹性和柔韧性 近几年来 聚氨质材料出现在大众视野 它的性质可以解决原来的问题 第二 人造皮肤 皮肤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最外一层防御机制 负责我们身体的水分平衡 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 但是如果皮肤受到烧伤或者严重烫伤 皮肤便失去了自我恢复的能力 人体就会出现严重脱水导致伤口感染 这个时候就需要医生来对患者进行皮肤移植治疗 通常医生会选择患者自身其他部位的皮肤减少术后排疫 但这无疑会给患者造成其他伤害 所以人造皮肤运势而已 目前人造皮肤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被广泛用于人体烧伤烫伤的治疗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人造心脏你了解过吗 没想到现如今这么多的人造器官已经诞生 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可以获得永生了呢 第三 人造心脏 1982年第一个人造心脏纹饰 这颗在当时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的人工心脏 为患者争取了多活112天的机会 从1982年发展今日 人造心脏的技术不断提高发展精进 全球接受人工心脏治疗的患者已有百位 每年通过手术成功被拯救了生命的患者超过了70% 随着以后科学技术的再高层次的发展 人工心脏的技术会越来越精湛 甚至可以完全替代人类的心脏 其实人的心脏功能非常简单 也很单一 就是人体血液的血压泵 而人工心脏就是通过电力 促使设备模仿心脏跳动节奏和力度 将血液输送到人体各个部位 完成血液循环的工作 第四 人造子宫 这个就比较神奇了 它是通过科技手段 来对哺乳动物的子宫环境 进行一个模拟 令受精卵 可以在脱离母体的情况下 还能正常的发育生长 所以它被称为人造子宫 也叫体外子宫 理论上是可以替代母体来孕育生命 是母性生育的替代工具 但是自1969年到2010年4月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进行了多次实验 通过人造子宫培育出过小羊 老鼠都活得完好无损 但是人造子宫 要可以替代人体孕育后代 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想不到现在已经研制出了 这么多的人造器官 这是不是意味着 人可以获得永生了呢 第五 人造角膜 全球有将近6000万的患者 因为角膜疾病导致了双目失明 在我国就有超过500万病人患眼角膜疾病 但是眼角膜的来源却非常稀有 有的患者很多年都无法等到角膜体 即使等到了移植后是不是会出现排异 手术最终能否成功恢复光明都不得而知 所以眼角膜的移植手术成功率还是非常低的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国目前自主研发的人工角膜问世了 这个我们拥有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 高科技产品的问世 给眼角膜病患者带来了福音和希望 今年1月份 在我国武汉就完成了首例人工角膜移植手术 虽然手术非常成功 但是作为人工角膜产品 目前还处于临床研究过程中 是否可以广泛推广应用 安全度和手术成功率是否有把握 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临床实验证明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相信人工角膜的成熟 只日可待 人体血液储备量 一直都是处于紧张状态的 因为在很多医疗治疗过程中 输血是必不可少的生命保障 然而现血的人却十分有限 因此人造血液就出现了 1979年 利用浮碳化合物乳剂制造的人造血液问世 而且在做人体实验中也取得了成功 实验证明 它可以暂时代替人体血液 在它进入人体后 便可以像血红细胞一样开始工作 为人体提供所需的氧气 并排除二氧化碳 不仅功能不弱 它的稳定性还非常好 而且没有血型之分 但是无论多好的人工血 都无法完全替代人体血液 因为它不能给人输送养分 也不具备明显功能 所以在人工血液的研发道路上 也依然是任重道远 道足且长